第四节 这句话是不容易的 虽然还是疲滑 你看这样打下来会不会疲滑 会疲滑 从半夜一直打到现在 不只疲滑 但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追赶 果然是勇士 果然是勇士 基电队苏格林怎么说呢 求你们拿兵来给 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滑了 我们追赶米甸人两个王 西巴根整个萨姆朗 就另外两个王 他们在追赶 苏格林怎么回答呢 你看 西巴和这个萨姆朗 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将柄 和什么呢 将柄给你的金兵吗 你看这两个人在你手里了 那些朗中之后了 将给你柄干吗 你说你得胜来讲 但是你的怎么样 所得的荣耀 你的福分 跟我们没关系 你不会分这种怎么样 得胜的这种分量给我们吧 你看有没有很现实呢 自己人常常很现实你知道吗 所以内部的问题比外部的问题更大 你了解吧 基典怎么说呢 耶和华将西巴跟撒木拿交在我手的时候 我就用野地的什么金条跟什么呢 其次来打伤你们 你们来讲太过分了 我还没有追杀到他们 还要追杀 你们用风凤凉话来说 有没有呢 所以在这时候来讲的话 你看 基典的反应 对他们反应 跟对前面一环的反应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苏格人是怎么样呢 诶 饼根这么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追赶嘛 而且追赶是为谁追赶 为你们追赶的 对不对 所以基典从那里上的什么 皮努欲乐 对那里人也是这样说 皮努欲乐人也跟苏格人回答的话一样 你看 大家皮努欲乐人怎么说呢 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楼 你看有怒气 而这个怒气也是一怒产生出来的 一怒产生出来的 那时候西巴跟撒木拿 并跟随他们的精队 都在加个也有一万五千人 他们才三百个 所以还没结束战争 你们就在说风凉话 这西巴怎么办 然后我们去送死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基典才会愤怒嘛 如果等我回来的话 你们以为我没办法回来 等我回来 我好好怎么呢 教训你们 好 你看 这个一万五千个人 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 已经被杀了多少 十二万 拿到的 因为不容易了 够累了 还被你们怎么样 在那里取笑 十一节 你看基典就怎么样 从祝宝人当中陆上去 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 因为他们坦然无尽 西巴跟撒木拿怎么逃跑 基典追赶他们 抓住两个王以后 就把他们的军队全部打散 打散 这才算是胜利 胜利 但还不够 还没结束 你看基典 从镇上回来 抓住斯科一个少人问他说 苏科的首领长老是谁 他就怎么 将首领长老 七十七个人名都写出来了 基典到了 苏科就对那人说 你们从前讥笑说 西巴跟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了 你是我们将品给跟随你的皮划的人吗 你说给你们没有用 你看 现在西巴跟撒木拿就在这里 也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井条跟什么呢 荆棘折打他们 那苏科人又怎么 苏科人又怎么 他拆了皮诺依勒了 罗杀了纳城里的人 其实基典是要杀人吗 但他既然说出的话 他就要怎么 必定要怎么去把他执行过来 他可以教训他们 但他来讲的话 既然说出了 他能怎么样呢 这样做 好 十八节 基典问西巴跟撒木拿这两个首领说 你们在塔坡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的 他们回答说 他们很像你 很像你 他们都有王子的样式 都相貌堂皇的王子的样式 基典一听以后气死了 就怎么说呢 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只能永生的耶和华启士 你们从前若 只留他们性命的话 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 也是对他们的长子 义铁说 你起来杀他们吧 但义铁只是个童子 一个少年人而已 他手上力量不够 害怕不敢拔刀 这两个首领说 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 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 基典就起来杀了什么 这两个首领 夺了他们骆驼景象上的怎么样 叶牙签 叶牙签 叶牙签就是怎么样 他们首领的一个记号 把他拿过来 表示把他们两个怎么样 已经战胜了 已经战胜了 这是这个征战当中 我们看到继续追赶 直到最后目标达成 这给你们很大的提醒 谢谢各位